十一住行万物接涨 通货膨胀的情况在土耳其尤其严重 近日官方数据显示 土耳其4月通货膨胀年增率飙升逼近70% 创20年新高 遏制物价飙涨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向来抱持 高利率会引发高通膨的非典型货币政策观点 看法和大部分经济学家与全球央行相反 土耳其去年9月起逆势积极降息 导致里拉不断贬值 上个月各国央行都在升息一直通膨 土耳其仍把基准利率维持在14% 连续第4个月暗兵不动 埃尔段干预央行政策 坚持以降低利率来压低物价飙升 却毫无效果 被视为是国家经济动荡的罪魁祸首 尽管土耳其今年起最低基本薪资调高50.5% 但是大多时候最低薪资涨幅并没有高于通膨涨幅 受到高通膨率影响 民众实质收入大幅下降 生活开支捉襟限重 以3月而言 一家4口美元获得均衡饮食的费用 涨到近6000米拉 将近新台币12000元 高于最低薪资的4253米拉 民众荷包缩水 生活成本持续飙升 购买力下降 对现任政府拦有正面评价 土耳其明年6月举行总统和国会大选 原本选情看似有利在野阵营 但是在野阵营至今迟迟没有推出人选迎战 反观爱尔段近来积极过旋厄乌战事 使得土耳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成员国眼中的重要性提升 爱尔段的国际形象也水涨船高 3月民调显示爱尔段的支持度略深 分析指出 如果外在环境有利 爱尔段可能在今年秋天提前举行大选 或是透过一系列民粹操作 例如再次提高最低薪资标准等方式 缓解对他的不利情势 如果大选提前在野阵营备战期变短 更难以扳倒现任政府 庄审线综合报道